就是体验到了女生穿连衣裙的那种快乐 你们知道吗 红海最大港口 世界第一高喷泉 沙特阿拉伯经济金融中心 全世界穆斯林去卖家朝进的必经之地 本期逆光星球的主角 是被称为红海新娘的千年古城 吉达 准备好了吗 弹幕扣一 一起出发咯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是阿拉伯地区的礼拜日 所以大家都会去做礼拜 家家都是大门紧闭 这是万人空巷的感觉 在阿拉伯地区 礼拜五相当于我们的礼拜日 不上班不工作 大家会在这天统一去清真寺里做礼拜 红海新娘吉达已经1600岁了 这里距离圣城卖家只有70公里 所以作为全世界穆斯林 前往卖家朝进的登陆口岸 地位极其重要 之后又随着海上商路的发展 成为连接地中海与东方的重要纽带 一跃成为中东最富有的城市 而根据历史规律 城市的附属必然会催生优雅的建筑 一进古城 这种红海特色风格就让我眼前一亮 吉达人就地取材 用珊瑚岩建造房屋 雕花悬窗的木材来自非洲和印度 窗户上线条状的缝隙既保障了通风凉爽 又能保障私密防偷窥 因地制宜兼顾美观和实用 整座城市洋溢着浓浓的热带海港风情 也没有浓厚的商业化氛围 街头巷尾 充满生活气息 叫人爱不释手 2014年 吉达老城因为红海建筑传统的杰出体现 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这个吉达的老城里 我感觉他们是在进行这个维修工作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房子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老旧了 急需维修一下 像这种你看这边已经都是镂空的了 既然是联合国世界遗产 所以它的修缮是不可避免的 这边郁郁葱葱的还是挺好看的 像走进了一个花园 现在我感觉就是在老城区里边乱逛 然后逛到哪是哪 反正都挺好看的 然后这边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游客 说明这确实还是算是个旅游城市 现在这个古城里的人气就逐渐的旺起来 中午这祈祷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往回家吃饭了 陆续的回到自己的家里边 我觉得我也应该吃点东西就 太不容易了 到中东半个月以来 第一次喝到像样的咖啡 老板这造型可以说是非常的阿拉伯 他说这是吉达第一家精品咖啡馆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装修风格 连空调罩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雕花窗 到阿拉伯国家一定要去看看集市 老城边上的市场里 车水马龙什么都有 集市不可能精致整洁 主打就是一个烟火器 而此时我的目光被一家传统服饰店吸引了 说实话不穿一身袍子走在吉达街头 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所以今天我打算买身正宗当地行头 现在换上了传统的这个穆斯林的衣服了 入乡随俗一下 在中东不同的头巾款式是区分各国的标志 沙特尔的头巾就是红白双色 老板很耐心帮我把头巾盘得非常沙特 我现在我觉得我走路都带赶了 完全融入当地了 已经不会被异样的眼光审视了 既然变了妆 那就必须得拍起来了 你们说 是不是有点回来继承王位那感觉了 太搞笑了 刚才我在刚穿着衣服开始自拍的时候 然后就后面走过来两个阿拉伯人 跟我说阿拉伯语 然后我跟他们说英语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你是阿拉伯人吗 我说不是 我是中国人 然后就一个就是跟我握手 然后一个就是夸我这个衣服好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样 我说一下这个穿这个的体验感受啊 就是真的是特别清爽 尤其是把里边的裤子脱了以后 就是体验到了女生穿连衣裙的那种快乐 你们知道吗 我这就是一个没见识的人啊 现在穿着一个迈不开大步的袍子 现在巨多的感想 你们说我长这样 确实还是能冒充给阿拉伯人的 是吧 同意的我们弹幕打个一啊 逛完老城 我来到滨海广场 看看落日下的红海 本地人都是全家老小一起来散步 孩子们在广场上撒着花的奔跑 因为沙特不可能有酒吧夜店 这种夜生活娱乐 大家晚上的活动也不得不非常健康了 土豪如沙特人 却似乎不怎么买相机 看我扛着相机就都过来蹭拍 海上不远处是高度超过300米 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法赫德国王喷泉 据说比巴黎埃菲尔铁塔还要高 此时身处热闹又陌生的人群 那种旅途上常有的情绪再度袭来 长期以来 我总在两种相反的心情里反复横跳 是享受自由还是强忍孤独 是四海为家还是四处漂泊 是继续投也不回的独自探索未知远方 还是回到熟悉的地方找个人一起稳定生活 我想常年在路上的人都难免面对这些问题 其实旅行就是旅行 而每个人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旅行 就具体取决于自己当下的心态了 这世界上没有标准答案 事物的表象和内在也永远会有差别 旅行是如此诱人又累人的一件事 也许这才是在路上的魅力所在吧 我是逆光记 带你一起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